据媒体报道,有汪小飞经营的S Hotel之前被曝放无薪假,资遣员工。 今又被曝汪小飞6月有重大事情宣告,因S Hotel受疫情严重影响业绩,或6月任赔出售,拿回5000万元押金。 大S打算卖豪宅帮汪小飞,随后有媒体求证汪小飞,她表示完全是谣言。 王小飞透露,6月的重大事情,称6月是我们原本要在S Hotel里开一家米其林一星日本餐厅和以前酒吧,现在改到7月底开张。 非凡娱乐时时报道。